那大家好,今天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广球市场的2020年手机的展望的 那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就是2019年的表现 事实上呢,从中美贸易战的开打以来呢 恒指了呼声300跟MSCI新兴市场的指数呢 也是明显跑出其他主要市场的指数 那欧美市场呢,在2019年呢,表现就特别强 那当中的分别是在哪里呢 就是他们的市场呢,有一个宽松的扩币政策呢所支持 那2020年呢,我们有什么主要的因素 关键的因素呢,需要留意的 分别有三大因素的 第一就是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第二就是中国经贸的关系 第三就是中国经济的走向 第一,首先就是美国总统大选方面 现在还是不太明朗 最后的人选呢,很大机会呢 会影响这个经济政策的持续性 那其实呢,2020年呢,有三大的日子呢 大家都需要关注的 分别是三月份,就是民主党 他们的初选的关键日子 还有七月份呢,民主党就有一个 全国的代表大会 那11月就是终极的总统大选日期 那第二点呢,第二个焦点呢 就是中美经贸的关系 今天就有消息出来 就是中美呢,很大机会就会在 这个JOMO呢,就会签订这个协议 虽然不知道了最终的时间点 什么时候才会签订 但是呢,关税呢,的确是暂停了升级 所以呢,是为环球的经济带来这个稳定期 但是呢,如无意外呢,很快 将会迎来第二阶段或者是后续的谈判 其实呢,一直两方呢,采取的策略呢 都是先易后难 所以呢,我们可以预期呢 之后的谈判也是比较波折重重 还有呢,其实我们预期呢 中美的关系呢,之后不会太友好的 还是会在其他议题上呢,会有一些冲突 所以呢,这方面的消息呢 将会为这个市场带来波动的 第三点呢,就是中国经济的走向 其实呢,之前呢,举办了这个中共经济工作会议 上面也是重新呢 绿稳就是今年的一个重点的工作 还有最重要呢,就是要稳定增长 所以呢,我们认为稳定增长呢 这个工作呢,是放到这么高的位置上呢 所以未来呢,应该会有更多这个逆旧期的措施会出台 还有呢,中国经济的加长这个维稳呢 也会推动新兴市场呢,经济上好的 其实呢,市场普遍预期呢 2020年呢,环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呢 会大大减低 主要就是刚刚提到就是贸易将狂和 还有呢,央行货币政策是维持宽松 最后就是,最后就是中国经济呢,是加长维稳的 那其实呢,我们看好了新兴市场呢 在2020年初的表现 第一就是这个资金流方面呢,也是利好新兴市场的 2019年呢,可能资产价格市场呢,也是比较波动一点 所以呢,资产资金避险的需求呢,是比较大 就会留上这个发达的市场 比如说美股,所以美股呢 美股呢,在2019年呢,在资金推动之下呢 也是表现比较长 但是2020年呢,由于环球经济的前景呢 已经有所改善 所以呢,投资者的风险位呢,也会有所提升 商星呢,资金流呢,也会涨头这个新兴市场 由于呢,币钱需求呢,是有所降温的 美股指数呢,也会,商星也会回软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因素呢 是支持这个新兴市场的表现 那新兴市场呢,明年呢,2020年呢 经济随着这个贸易战贸易的关系 黄合呢,也会有所改善 因为呢,新兴市场呢,也是比较 移动这个出口贸易的活动 在贸易的环境 其实呢,我们比较起来呢 2020年预期的企业盈利增长方面呢 新兴市场呢,也是预期会跑的比较快一点的 相对而言呢,2019年比较强细的美股方面呢 由于呢,2020年呢,是踏入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年 现在目前来讲呢,不确定因素还是比较高 那之前支持美股的表现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宽松货币政策嘛 虽然说呢,联署局主席巴威尔呢 他的态度呢,还是偏格 但是呢,我们看到美国经济的数据呢 还是偏文一点 所以呢,市场普遍预期呢 2019年展开的检视的周期呢 暂时就会高一段落 但是2020年的利率呢,就会 预期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 还有呢,就是相对而言呢 美股呢,在预测的企业盈利增长方面呢 相对其他市场来讲呢 就是比较,比较慢一点 加上呢,美股呢,一直升到一个 比较股质高的水平 所以呢,我们预期呢 2020年呢,至今呢,会比较难在 集中在美股单一市场呢 那港股方面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港股呢,在今年呢,2019年呢 表现是明显落后于其他 环球股市市场的 但是呢,恒指有一个比较大的利口 利好因素就是它的股值呢 不算是太高 所以呢,就有一定的最落后的条件 但是呢,香港呢,是面对这个社会的问题呢 经济方面呢,其实也不如这个衰退 刚刚也有消息说 IMF呢,是调低了香港的经济预测 这方面呢,就是一个困扰港股的因素吧 那,总过来 总过而言呢 就是中美呢 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收江期 所以呢,明年环球的经济呢 是有望回稳的 投资者的风险,投资情绪呢 也是好准 所以呢,是利好了首季度,环球的股市 因为呢,美元指数的回落 贸易环境呢,也是回稳 也是利好了新兴市场的经济 还有企业的盈利 所以呢,会带动呢 至今流入这个新兴市场 港股2019年呢 表现的确是比较落后 比较弱一点 但是股值呢 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吸引的水平 那刚刚提到说呢 中国经济呢 首要的工作就是要稳定增长 相信呢,货币政策呢 也是会有一定的弹性 会偏向宽松 也会支持的企业盈利 跟股市的表现 也利好了中国的股市呢 会收服这个股值 还有呢,另外一个值得留意的因素 就是MSI A股 扩容软存之后呢 H股的抛售压力呢 就会相对减轻 减轻,所以呢 也会利好了在香港上市的中资股的股价 还是有这个增值的风险所困扰 虽然说呢 现在看到冲突的情况呢 是有所加温 跟之前大规模的就有所 相对而言有所加温 但是可信的矛盾还是 还是比较存在嘛 所以投资的信心呢 还是维持疲弱 所以呢 我们不是太看好这个香港经济 相关的股份的 那有什么股份呢 可以不足可以多加留意的 就是我们觉得呢 中国经济受惠股呢 就是会保持长期的 其中有三大题材呢 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内房股 高质量的国企 还有加快开放这个金融市场 第一,内房股来讲呢 我们认为呢 由于保增长 保经济增长这个目标是这么明确了 在行业调控方面呢 其实最近也有不少的消息出来 就是比如说 加厂是支持这个人才流动方框 这个户值的限制呢 这方面呢 也是有所支持的 另外一个就是高质量的国企 就是其实呢 之前中央政府呢 也说到了未来三年呢 是一个国企改革的一个关键的三年 相信呢 现在很多国企呢 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低股值的水平 尤其是一些是 从事周期性行业的国企 相信呢 他们也会随着经济回稳呢 有利他们收拽这个股值的怎样 第三点呢 就是加快这个开放金融市场 其实呢 那国务院国务院呢 今年呢也有一些动作 就是取消了外资银行捐商等等 他们的营运的限制 我们相信呢 未来一年呢 这方面动作呢 有机会会加快的 那其他焦点的板块方面呢 我们认为 大家可以比较留意就是科技股 其他两大体材就是5G概念股 还有互联网的企业 第一就是5G概念股呢 大家都知道 2020年就是5G一个大规模商用的年份 所以呢 5G的建设 5G的设备的叮当呢 相信也会有所支持 还有 其实5G的手机呢 也是 最近也比较多登场嘛 所以呢 我们认为呢 5G的概念股呢 还是会延续它的强性 那第二点 第二个板块值得留意 就是互联网的企业 其实互联网的企业呢 他们业绩的增长 成长性呢 也是比较高一点 还有他们也是有这个市场领导的地位 相信呢 这种高增长的股 股份呢 还是会期许得到投资者的喜爱的 那最后就有我们推荐的股份名单 那刚刚提 讲完这个股票的市场 其实商品市场呢 我们也有一些分析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特别是狂金这方面的 狂金呢 其实由于2019年的首三季度的央行的需求呢 也是比较长进 他们买入狂金的数量呢 也是比较多一点 这方面也是支持了金家的走势 但是呢 由于金家呢 之前也就升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所以呢 一个比较主要买进的国家 就是中国嘛 就是中国在最近的买进的需求 买进量呢 也有所降低 还有呢 就是 狂金需求 来讲呢 除了央行的需求 另外一个重要的需求就是金氏 消费的需求 其实看到了 啊 第三季度以来呢 啊 消费需求呢 也是也是有所溃落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最近 啊 狂金也是有所溃 啊 之前也是有所溃软 其实呢 啊 金家呢 跟啊 这个投资 啊 ETF的 啊 资金流向呢 相远度呢 也是比较高一点的 如果我们看了11月份呢 狂金的ETF资金呢 是录的这个流出 也是啊 其中一个原因 看到金家啊 为什么会溃落的 从扩尔典呢 我们啊 认为呢 由于我们之前也是说嘛 明年初我们比较看好这个 啊 环球的股市 其中一个一大因素就是 大家也看好环球的经济有机会复苏 这个风险的危难呢 是有所提升 所以呢 啊 金家呢 其实短期内呢 不会有太明显的升幅 啊 另外一个因素呢 就是啊 狂金 狂金 ETF投资 啊 已经转身流出 还有央行呢 是买进也是有所减慢 另外一个因素呢 就是减失周期呢 已经暂时高一段落 还有 逼前的需求呢 也是啊 明显占地的 但是 常见而言呢 我们还是看好这个金价 主要就是两大原因 就是 扩币政策呢 啊 还是会会是宽松 还有呢 其实美元呢 现在是处于一个负 啊 负实质利率的水平 所以呢 我们认为认为呢 会增加这个保值的需求 所以呢 我们是建议投资者呢 是 啊 把握最近的时机呢 去收集环境的 那啊 今天啊 这个展望部分就讲到这边 啊 今天有一个特别的部分就是 大家可能留意到了 啊 2019年呢 最后的时期呢 也是比较多新股了 是推出啊 就开始招股 把握最后的时机 那最后呢 我们有一只股份呢 可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一个新股就是 啊 九毛九国际 就是9922 九毛九国际呢 其实在 啊 昨天呢 已经开始招股 再会在1月8日呢 就会结束 啊 这个招股 我们认为呢 他值得推荐呢 是有几大 几大的卖点 第一就是 就是他的品牌的人气 其实呢 我们看到他的 啊 盈利增长呢 也是 啊 收入盈利增长 也是比较 啊 高速增长 他是一个高增长的 啊 餐饮的行业 他其他 两大品牌就是 泰二跟九毛九了 其实也是啊 在内地呢 是高 高速的拓展 他们的分店网络 其实呢 我们看到了 2019年呢 他上半年的 盈利呢 已经超过了 2018年 全 啊 全年的 其中呢 他泰二 孙菜鱼呢 就是他的 啊 盈利增长的动力来源 其实呢 上半年来讲呢 经营的利润呢 已经增长 啊 接近两倍的 还有呢 他的翻桌率方面呢 也是非常高 翻桌 泰二 翻桌率 的翻 啊 可以达到 接近五倍 这是啊 已经跟 啊 海底捞了 已经看齐的 海底捞是接近五倍 另外呢 第二 啊 第二点呢 就是啊 其实大家可能也是比较注重他的发展的潜力发展的空间有多大 跟其他的餐饮不一样呢 可能之前呢也是有市场忧虑他的发展的网络呢也是比较局限在华南地区 那其实呢我们看到了泰二他的分店网络呢已经比较健康的分布 也是啊 他都啊 他都啊认为他是一个海底捞的啊 他都啊认为他是一个海底捞的啊 啊二点零吗 一个银子股 所以呢我们认为呢 虽然说呢他的啊 市盈率呢是比较高一点 市盈率呢现在二零一八年的市盈率是接近一百倍 但是呢由于刚刚提到说二零一九年三八年的啊盈利率已经超过二零一八年的传年 所以呢在这个盈利这么高速的增长啊之下呢我们认为这个一家的啊幅度呢是可以接受的 还有呢其实啊在首日照股呢其实反应呢也是啊已经不错 可能在这个整个照股的期间呢我们预计这个超购呢可能也会达到几百倍 在这个需求这么大的情况上呢大家就可以多加留意这个高增长的餐饮股了 好那我今天就先讲到这边谢谢啊玉珠大家还是啊借入快乐新年进步